大腸直肠癌的手术方法 已经发展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 传统的手术方法是以剖腹的方式来开刀 就是将肚子直接打开 用器械直接将肿瘤以及大腸做切除以及缝合的方式 但是在近数十年 慢慢的微创腹腔进发的手术的发展 已经进展的非常的完善 所以目前大部分的医师都可以进行腹腔进微创的方式来进行 那就是在肚子上面打几个洞 用小的腹腔进器械就可以开刀 这两个传统手术以及腹腔进手术 目前健保都已经有给付 那病人通常不需要负担手术的费用的部分 但是有部分的医疗耗材 我们会需要自费 那另外最近十年二十年新发展的达文西机器手臂 这是目前蓬勃发展中的一个部分 那目前健保是有条件的开放部分的病人可以使用达文西的机器手臂手术 但是大部分都还是花费大约20到30万的费用 那达文西机器手臂它的好处是相对于腹腔进手术它会更稳定 它的手术视野是更清楚跟放大的效果 那通常就是在手术完以后 我们会根据大强脂肠癌的这个病理化验来做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化学治疗 当大强脂肠癌的旁边淋巴有被侵犯甚至有远端转移 可能术后就需要接受进一步的化学治疗以及标靶治疗 当发现大肠直肠癌的时候 如果说可以开刀那是最好的 因为开完刀以后 通常病人的愈后是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今天肿瘤侵犯的深度非常的严重 肿瘤非常的恶性 甚至已经远端转移 或者是病人身体非常的差 无法接受重大手术的时候 这可以考虑化疗 放射线治疗 以及免疫疗法 这都是目前就是替代于手术的方法 那在大部分的治疗都是由健保来给付 但是有一些部分特殊状况的病人也需要自费 那通常治疗非常的多种以及多元化 目前我们都是采用多专科的讨论来做决定 不会有一位外科医师来决定 所以我们会有大肠直肠外科 血液肿瘤专科医师 放射肿瘤专科医师 一起来跟病人以及家属来做讨论 做出一个治疗的计划 那我就先说明一下什么是人工肛门造口 人工肛门其实它就是一个肠造口 它就是将一段肠子 通常是大肠或者是末端的小肠 从肚子里面拉到肚皮外面 并开一个小洞 让粪便粪水可以引流 就不需要透过这个肛门来排便 那在于提到为什么要做人工肛门 因为下面不能用 那就分成了暂时性的人工肛门 以及永久性的人工肛门 永久性的人工肛门代表说 肛门这部分可能因为肿瘤侵犯 或者是手术就直接把它挖掉 而永久无法使用它 那这个人工肛门就变成永久性 永远都要靠它来排便 暂时性的人工肛门 它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病人暂时的症状 譬如说今天病人因为肠子肿瘤 肠阻塞 他肚子非常的脏 我们就需要先拉一个人工肛门 先让大便可以先排出来 肚子消脏以后 再阶段性的进行手术 那另外部分的病人 因为肿瘤非常的低位 靠近肛门或是非常低位的直肠肿瘤 开完刀以后 伤口容易长不好 所以也会做一个暂时性的 保护性的人工肛门 等到伤口完全长好 大约两到三个月以后 再将人工肛门复位回去 就可以达到它正常排便的状况